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圣贤路 宋冲义 冲义不清楚他的出生 居住在浙江前堂的静光寺 曾经自写书写净土七金 又以金粉书写法华金 课西方三圣像 依照只观作禅的方法称念阿弥陀佛 有一天感得疾病 不服任何药物 而燃香对着佛前忏悔 请大众一同称念佛名 讽诵阿弥陀金 送到西方世界四四时 突然气静往生 我们学习冲义法师 他的事迹 同样他不清楚他最初的出生 也是在浙江前堂的静光寺 那里啊开始人们对他进行了记录 那么他在静光寺以后呢 他的修行历程是什么呢 就是用自己的血 输写了净土七金 我想 如果能做到用自己的鲜血 来输写净土七金 那一定呀 对净土 有强烈的心愿 对净土啊 是百分之百的坚定 对往生净土啊 充满了渴望 这样的人 才能啊 用自己的鲜血 去输写净土七金 否则呢 可有可无 恐怕呀 不会做到这一条的 很可能 做一做 我们呢 就把净土的经典 任意编去了 佛说的话呢 很可能就任意编去了 所以我想 我们能够 像冲义法师这样做 一方面呢 表达了他的决心 一方面呢 也是修行 锻炼了他的意志 在这个修行过程中间 把自己的身心呢 慢慢的转变了 另外呢 另外呢 又用金粉 书写 法华经 我想 这个意思 也是一样的 因为金子 到目前 我们依然呀 是最宝贵 这种物质的代表 拿金粉 书写 法华经 同样 是认为呀 法华经 是最高贵的 最中贵的 用金粉呢 书写 佛经 那是最恰当的 同样是表达了 自己的心意 同样也是一种修行 改变自己的身心 克西方三省下 特别的强调 念佛的重要 平时呢 也按照 只观坐禅的方法 称认阿弥陀佛 现在我们同修呢 也可以 如果愿意 可以呀 打坐 每天 百灿呀 诵经呀 有的时候累了 可以呀 安安静静静地打坐 让全身心放松 身体呢 挺拔 心里默默地 念诵阿弥陀佛 上号 这就很好 那么 有一天 感得疾病 他呢 没有服药 因为他学佛修行 明白了 他呢 有业力 所以呢 在佛前 忏悔 忏悔业障 充一法师 是 净土行人 修净土 并不仅仅一句佛号啊 有了障碍 要忏悔 这同样是阿弥陀佛 教育我们的 同样是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里边 包含的内容 不要认为啊 一句佛号 我们就保险了 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什么恶事都敢干 以为就能往上西方了 这是曲解佛法 现在啊 经常有盲人指路 瞎着点灯 从哪里听说了一套 就来啊 到处瞎说 自己呢 没有杀泡尿 照一照自己的恶着 就开始啊 胡言乱语 我们呀 一定要明白 学佛 核心在哪里呢 核心在改造我们自己 如果念了一辈子佛 最后呢 还得了癌症 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还得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想想 你做的这些佛事 念的这些佛 是用什么心去做的 去念的 是用功利的心去做的 是用自私的心做的 用分别的心做的 那有啥用呢 我们学习 啊 于尽一功造神 遇造神祭 就知道 做这些表面文章呀 没有用 不仅没有用 而且会获罪的 一定要真心的去念佛呀 真正的依照佛的教诲 去做到啊 否则 都是自欺欺人 然后又害了很多人呀 像冲义法师这样 这么精进的修行的人 到临终前啊 依然有病呀 他明白这是业障 还要对佛前忏悔啊 我们现在人 哪能不忏悔呢 哪能等到临终前再忏悔呢 到那个时候啊 很可能啊 我们连自己是什么样 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 要明白我们自己的状况 提前忏悔 从现在就忏悔了 从一开始就忏悔 忏悔业障 这一点错都没有 赶快忏悔 只有把业障忏悔得干净 业力消除的干净 将来往生的时候啊 我们才能念得起这句佛号 才能真正往生的流啊 老老实实念佛 老老实实的呀 消除自己的业障 没有比这样更保险的了 所以大家呀 一定要明白 往生不往生 不是说打了几个七 打了什么念佛七 就能一心不乱 还是好好关照 关照自己吧 看看自己呀 业力到底消没消 自己心里边呀 那些恶主啊 去了没去 自己那些啊 妄念 还是不在天天 在脑子里边乱转 如果还是这样 还是好好地先拜颤 宋经念佛吧 把重点放在拜颤上吧 真正的把业力消除 真正的把善根福德圆满 真正的让身心清静了 那你自己就明白了 自己就懂了 到那个时候 一直保持下去 灵命中前 哪一句佛号就往生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关键呀 功夫看在这里 而不是打什么七 宋法音 法音自枯心 俗姓固 浙江明州慈禧人 学法于草安 道音法师 凡是道音法师 所说的法 都能够穷尽其中的要职 当时的人 称它为小音 法音曾经住持 广寿寺三十年 潜心修行净土法门 并且 并且昼夜不断地 降经红法 从来不曾攀原权贵的族姓人家 有施主来不施 如果无法拒绝 则只收取少分的供养 他所居住的房舍 有人劝他重新整修 法音回答说 这个身体尚且都是无常 又何必去劳心外在的事物呢 南宋光宗少西四年 也就是西元一一九三年八月 实现疾病 在禅病中 见到极乐净土的观音 世智两大菩萨 告诉左右的徒弟说 我现在看到的法华道场 和平常所见到的大小不同 我将要走了 然后就集合大众 送光无量寿佛经 称念佛号 有人请他遗留寄送 因此书写说 我与弥陀本无二 二与不二并接离 我竟如此见弥陀 感应道交难思义 然后挺身端坐 解首欲而后往生 选自佛族统计 法因法师呢 同样 也是医治善知识 学习佛法 那么这里边特别提到 他呢 能够将 他的老师所说的法 学的呀 穷尽其中的药质 那真是学到家了 都学到手了 把佛法呢 真正的呀 搞明白了 另外呢 我想啊 他一定也有啊 功夫 修行功夫 那么他住持 广寿寺三十年 干什么呢 叫潜心修行 经历法门 这是他自己的羞耻 羞耻 同时呢 昼夜不断的 讲经弘法 他一边 有自己的羞耻功夫 一边呢 弘扬佛法 教化众生 这是他的 后面啊 学到手了 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 过程中间 自己啊 修持 功夫 那么在弘法过程中间呢 他有个特点 就是从来不攀缘 全贵 这是他的特点 不把佛法 做买卖 做生意 不用佛法呀 去换钱 如果有施主来布施呢 他就拒绝 实在无法拒绝呢 少接受一点 他自己住的房子呢 从来不修 别人要劝他修呢 他说 我这个身体 都是无常的 何必要劳心 外在的事物呢 这是人家 对自己 身体 对外在的物质 一种观点 这个呀 就是佛法的观点 对外在的名利 实在啊 没有任何兴趣 真正的 把佛教诲的方法 一边自己进行修行 一边呢 随缘 红传 救度众生啊 我们看看 这个呀 就是学佛人 应该秉持的精神 态度 那么 现在我们 也学佛了 我们提倡同修们 我们前面啊 也要用功 至少 我们前三五年 我们呀 得精进 把我们 过去积累的这些 恶着的业力啊 突破了 身心世界 改变了 然后呢 我们同样 一边还要坚持修行 然后坚持功课 一边呢 我们得坚持学习了 懂佛法 另外啊 我们也得啊 做一点 行善 救度众生 有益于众生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能力小 能力低 我们呢 就日行一善就好了 如果我们能力高 能力强 啊 我们呢 就多行善 多承担 啊 如果我们呢 能做得更好 啊 功夫 有一定基础了 理念 也清晰了 啊 我们要发菩提心 心菩萨到了 啊 多承担一点 但是 无论是修行过程 无论是 嗯 弘法过程 我们呢 一定要 要把 佛法 清清楚楚的 搞清楚 用佛法的支箭 武装我们头脑 指导我们呀 生活 修行 弘法的历程 啊 直到我们呢 用正确的观点 去处理啊 名利 啊 处理我们和 其他众生的关系 不要在这个过程中间 迷失了方向 把佛法当作资本 去啊 换钱 啊 贩卖佛法去了 那绝对是违背了佛法 我们应该呀 真正向法音 法师 学习 好好地把佛法呀 啊 修持 学习 啊 在真正的 用用过程中间呢 不攀附权贵 对这些 布施呢 不要在意 放在心里 就是把佛法 啊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佛法最基础的这些观点 传播 教授给啊 我们 众生 让他们呀 通过我们的努力 学到了佛法 改变了观念 真正的受益啊 啊 这是从佛祖 到历代祖师啊 人家呀 共同的特点 啊 我们不能 在佛法 红传过程中间 我们又被物质呀 牵缠进去了 啊 天天还惦念着钱 惦念着物质 惦念着呀 啊 我们有多少人 多少势力 这都是错的 啊 就是轻轻 静静的 啊 把佛法 我们自己 修持起来 轻轻静静的 把我们知道的佛法呀 啊 随缘 随分 随力的呀 传播出去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啊 啊 这就是法英法师 他的事迹 要告诉我们的精华 那么他临终啊 是什么状况呢 啊 也是视线疾病 那么在禅定中间呢 他就见到了极乐净土的观音师之二大菩萨 而且他告诉左右的土地说 啊 我现在看到的法华道场 和平常所见的大不相同 我要走了 这一点啊 我们统修也要知道 如果我们真实的 修行 真实的呀 按佛法 改造自己 慢慢的呢 对物质 一点一点的呀 看得淡 看得薄了 逐渐的呢 深入啊 空向 深入呀 本源 慢慢得定 慢慢的呢 深会 逐渐的呀 我们的心 就会越来越清净 将来 临终啊 我们身心安定 在定力中间 我们啊 就能看到呀 西方极乐世界的近况 看到阿弥陀佛 观音 世智 主大菩萨 来接应我们 怎么看到的呢 是定力 是智慧 我们要明白 那么 这个定力 这个智慧 从哪里来呢 就从我们 平常的修行来 平常我们坚持功课 平常我们呢 学习 平常我们行善实践 平常我们呀 用佛法 约束我们的身心 改造啊 我们这些啊 身心的世界 逐步的 从恶着 往清净了走 一步一步呀 就走到了 安定 走到了之后 我们平时啊 这一辈子 所做的工作 通通呀 都是为了 临终准备 我们前面啊 看学习 这么多 净土主师 都是用一辈子的时间 一辈子的功夫 改造自己 改造自己 就是为了 临终的时候 安安静静的 和阿弥陀佛呀 一起走到 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一定要 要明白啊 佛法的道理 明白啊 我们目前 为什么 要这么修 这么做 不要断章取义 不要 这是片面的理解 这么做 毫无疑 对自己啊 那是巨大的危害 那么 阿法师呢 在 定中 已经 看到了 知道了 要 往生了 他就 请大众 一起来 帮他呀 送 观 无量受佛经 念佛 那么 有人请他再写个 灵中的记 他就写了 我与 弥陀 本无二 二与 不二 并接离 我经如此 见弥陀 感应道教 难思义啊 从 本性来说 我 和阿弥陀佛呀 那是一样的 不是两样 没有分别 一模一样 但是 我们要知道 现在呢 我们达不到 佛性 回不了 本源 那么呢 我们 和阿弥陀佛 就是两样 我们是凡 阿弥陀佛呀 人家是圣 凡圣 这间是有区别的 要明白 那么我们现在 通过佛告诉我们原理 我们明白了 我们呢 要通过佛指的路 往回修 修回去 只有修回去了以后 才能够呀 真正的 回归本性 一旦 一旦回归本性 这些区别呀 统统不存在了 只有我们有差别 才天天惦念的说 哎呀 一样呢 还是不一样 如果真的没有差别了 回归了 没有人在说 到底有没有区别了 没人在乎这些事 所以 经过修行 明白了佛理 修正到了 功夫到了 我现在见到了阿弥陀佛 这个呀 就叫感应道教 不思义呀 感应道教 不思义 不思义在哪里呢 不思义呀 就在于 我们也具有佛性 我们和阿弥陀佛呀 本来一样 现在阿弥陀佛呀 用他呀 超绝的 愿力 把佛法 运用到了极致 来度化我们 让我们明白佛法 让我们方便的呀 回归本性 成就佛国 所以说 阿弥陀佛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们念佛了 能够修行回归 能够随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 继续修行 继续成佛 这也是不可思议呀 我们同修们 现在很幸运地修行 很幸运地呢 在念佛啊 很幸运地呀 在改造自己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后呢 人家就 端坐 往上了 阿弥陀佛